在警局怒吼 通通不能放過 死者海陸 核信士兵的叔叔 越想越不甘心 造成我们被害者的家属 有多伤心 亡死 相对的这些 如果我们这些恐龙法官 就不要给我侵判 我们已经丧心道敏了 核信士兵才23岁 是家人眼中又观又孝顺的好孩子 皮肤有黑 笑容憨厚 从军营休假 也经常跟朋友出游 事发前一天还在脸书转发励志文 说人生有哭有乐 失去什么也不能失去真情 输掉多少也不能输掉良心 那个当兵的钱也是 都给他父母亲来使用这些家计 让他多孝顺 那个上上市里那些 我就不要先讲 原来何胜文从小父母离异 他跟爸爸阿公阿嬤一起住 爸爸却受伤又演失明 无法工作 何胜文才选择从军 一肩扛起养家责任 而妈妈也经常跟他在脸书互动 事发第一时间就发文说 儿子你上电视了 但截图确实被枪杀惨死 接着说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不断说好想念宝贝儿子 让人看了也跟着鼻酸 何胜士兵高中毕业后 报考志愿一士兵 年仅23岁 在海军陆战队 左营军区警卫群负责卫少 已经从军4到5年 原本放假就会回家的好孩子好孙子 一戏之间便枪下亡魂 被误杀亡死 23岁这么年轻 家属悲痛不甘愿 断世间内实在也难以抚平 这篇都组合报道